66. 《蘋果日報》 北京燃微波武器如對付示威者 2015年7月27日兩岸要問 A.19國產微波武器會用作對付示威群眾 一款由保利集團研發的微波武器 近日出現在北京一個軍民融合發展成果展 內媒稱這武器發放的微波可讓80米範圍內民眾的皮膚 若有劇力卓動感,會自動逃走,並稱這種武器可用作為穩、反恐等用途 卓動感必退民眾這個微波武器名為WB一型防暴距止系統 於本月16日在北京揭幕的國防科技工業軍民融合發展成果展上展出 這個武器如同一個序 裝在一輛大貨車上,外表平平無期 但報道則指該系統通過發出高攻略的光波速 能令目標人物的皮膚瞬間產生劇烈灼痛感,迫使其主動逃離 但不致命,這套系統早在去年的珠海國際航展上亮相 當時聲稱將他裝在艦艇上,可進行海上維權、反海道等 但美國之音質疑,中國研製這款武器是對付國內大規模示威的群眾 美國、俄羅斯已有類似的武器 美國系統由雷神公司Radian研發,有效範圍700米 它的微波照射目標後,會滲入皮膚0.04厘米 令溫度升至58攝氏度,產生劇痛,沒人能忍受微波攻擊超過5秒 在網上示範的片段中,被微波照射的人口像被電到一樣逃走 俄羅斯上月則宣布研發出一種微波炮,可讓敵方飛機,無人機和導彈失靈 澳門軍事評論員黃東對蘋果表示,微波武器本來就是給地方對付示威群眾 由於科技難度不是很高,預計普及的速度會很快 甚至認為可能已有很多類似的非致命武器如陰波炮 但他認為內地對使用非致命武器經驗不足,震懾力未必達預期 一旦局勢升級,當局形可能使用傳統武器 蘋果記者福建全州晚報一型防暴系統 原理,以高功率微波照射目標,令皮膚產生強烈灼痛感 傷害,令皮膚溫度上升,不會致命,但會因疼痛而逃走 有效範圍,半徑時80米,加大發射功率後可以達到1公里 安裝出平臺、車載、濫載、形容、驅散示威群眾 反恐、海上維權、反海道資料來源、環球網 放棄 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